凌晨三点半 八周是她了 哲 你又怎么了 又是哪个漂亮妹妹欺负你啊 好一段时间 可能我接到我她的申诉电话了 记得 阿里路亚 阿里路亚 传说中法律无边 上帝安排了一个个相悔的另一半 她出现了 不过我看她的造型 大概仅自于铁扇公主而已吧 遇到我这个孙悟空 我看她想办法让她原形毕落 有 记得 有一次 她到家来吃饭 我哥啊 拿着筷子帮她夹菜 你帮她夹菜 夹来夹去 夹来夹去 你说这女生过不过分啊 不久前 不久前 她们刚刚昏了 这女生一到家里了 她长生轻生系的 妈妈看到了 妈妈 妈妈看到了 爸爸怎么说 爸爸爸爸 蛇龙吗 喝茶吗 欸 妈妈 你今天好漂亮喔 妈妈好 好 好热啊 妈妈 难道 我们家四口 就要因为她 而改变我们的生活模式吗 她有一次啊 她一到了家里来 她那种妈妈 正在厨房里 过军奋战的时候 直接冲进厨房 刚请妈妈的二组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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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次 煎的那位 你好好吃喔 她们可以教我 怎么做啊 我好想学喔 真是不公平啊 我妈进来先教她欸 她还能教我欸 难道 我看起来 像是那小心眼的人啊 还是我爱之处 她只能生啊 看啊 这些 反正我一定会让她 圆形秘露 可行 人算 那天算 不就钱 我爸跟我说 我打算吧 哥哥的房间 有你的房间 两房大通 当作她们的新房 啊 新房 两房大通 当作她们的新房 那 那我要睡呢 这个女生 真的很可恶欸 你知道吗 她抢住了我哥 不抢住了我爸妈 现在又要来抢我的房间 没想到 没想到 孙悟空 也有走投无路的一天 快要变成诺难的小猴子了 你们有谁要养小猴子啊 不就钱 在我跟她的婚礼上 妈妈就跟她们说 从今以后呢 我们是我们的 我们就是一家人呢 还是我们的好女儿 还是我们的好女儿 我一定要好好的谈欺你哦 蛤 她 变成我家 我们爸妈的女儿 那 那我嘞 我变成什么 我只能 我只能 一个人孤零零的站在角落里 难道 因为她 也将要失去 全家人的爱吗 不该怎么办呢 欸 我有想起了 有一天呢 我也会变成别人家的媳妇哦 不过 她们也嫌我 小鼻子 小眼睛 那我该怎么办呢 那快日不见 妈妈和这个女生 亲密的画面 临全家和了个梦的样子 我和她 正间的呛 突然就发觉了 因为爱 她勇敢地走进一个全身的家庭 小鼻子 她一定也很紧张 她一定害怕遇到个 快小姑啊 哈哈 因为爱 挖进了我们彼此之间的距离 因为我们同时深深地爱着同一个人 亲爱的朋友们 你们是否也是人家的媳妇 还是 你们和我一样也是人家的小姑呢 嗯 嗯 是不定不久的将来 你们有可能成为我 未来宫婆 的 宝贝娘姐 哈哈 就是我的 阿娜达 老公啦 嗯 两个家庭的结合 真的很不容易 你们要好好珍惜这样子的缘分 你们要好好珍惜这样子的缘分 谁唱走了我哥 我哥现在很幸福的呢 现在正在布拉格度蜜月 谢谢你这个女生 感恩的心 感谢有你 真的因为她找到了幸福 真心的欢迎你 大嫂 欢迎你加入我们家 从现在开始 你家 就是我家 我家就是你家 你家就是全家 主持人 郁金 我要告诉你 你这篇演讲非常的成功 而且我听了觉得非常开心 但是 我也要很诚实告诉你 你真的是一个 让人又爱又恨的小姑 没错啊 你看哦 我必须说 当你上台的时候 哇 你的表现跟表情 是多么的活泼 你的动作是非常快速的 所以在整个表达来讲 是非常的完整 而且让人家觉得 哇我的心都跟着你 蹦蹦蹦蹦跳 就像不想当个小姑 嗯 好像也要耍一个 那种小心眼小姑的感觉 所以你整个的表达 是非常的完整 而且让我们觉得 嗯 没错 你就是一个 外表 虽然是邻家女孩 但是根本就是一个 小心眼的小姑 你整个的表达 是非常非常 让人觉得引人入胜 所以你的表达是成功的 那至于你的内容 那就更不用说了 一开始先告诉我们说 你是多么讨厌你的大嫂 接着呢 来个大转折 因为爱 我的大嫂跟我好像给她和好了 诶 我觉得这个不错哦 这个转折来得很适当 为什么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爱其实是无间不摧 爱就是有这么无限量大的可能 所以就算 你是一个非常人讨厌啊 诶 对不起 你是一个 让人又爱 又恨 又小心眼 虽然是邻家女孩 外表的小姑 可是因为爱 还是可以改变你 那我觉得这个转折 让我觉得这个文章 是非常的有价值 为什么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 爱 无所不在 可是它一定要有个故事 那这个故事是什么 你用你大嫂跟你大哥 来做一个贯穿 爱是一个转折 把你们三个人 甚至于整个家庭 都连结在一起 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我必须要说 这是一个非常棒 跟非常好的演讲 嗯 我超喜欢你的 你呀 就是这么可爱 虽然是小心眼 唉呦 演讲台只能讲小心眼 其实我还要讲更多 好 那 一个世界冠军演讲 还是必须要有 找麻烦的地方 我给你小小的三个建议 第一个 其实你一上台的时候 你讲完那个手机 我的建议是 不要蹲下来 可不可以找个 有口袋的地方 把手机就这么帅的 收起来 那你可以继续的 讲你的下一边 下一段 这样子在我们 视觉上来讲 是不会有断层 就我而言 第二个 你的节奏非常的快 快不是坏 但是呢 我认为 可以多一点点的缓和 譬如说 我大嫂 我大哥帮大嫂 夹菜夹光光 你可以用眼神慢一点 演给他看 现在是怎样 有没有 这样是不是看起来很讨厌 对 眼神很重要 好来 第三 转折 转折做得好 就像开车开很顺 转折做不好 就像你开执行车 突然间想右转 不太好吧 所以我的个人观感是 如果玉京 整篇文章既然是爱 我们来做爱的结尾 为什么 不讲一些 你跟你大嫂之间 有关于爱的互动 啊 有一天我大嫂 突然间送了我一个LV 怎么对我这么好 我大嫂突然间 帮我夹菜 啊又变了 我觉得这个转折 把它做出来 不要突然间这么短 太少了 转折太少 会让我们觉得 有点唐突 所以呢 你是一个非常优秀 成功的演讲者 我们再加上那一点点的眼神 那一点点的转折 再加上那一点点的改进 我相信你会是一个 非常棒的演讲者 恭喜你 现在我们在生活当中 常常听到很多的抱怨 抱怨我的婆媳问题 抱怨谁对我不好 抱怨我的哥哥变心 今天 欲经带给我们演讲 最大的优点在于说 让我们重新换个角度思考 我们换个心理 只要我们愿意设身处地 站在别人立场 为别人着想 我们就可以化干戈 为玉博 让我们生活更加的美好 更加的 更加的 让每天生活更加的有乐趣 今天呢 欲经呢 他演讲非常成功的地方在于说 这是他要讲他生活中的杂事 没有人喜欢听一个人睡睡念 可是呢 欲经却能够将他每天睡睡念的内容 转化成幽默的元素 幽默的语言 他把结合了西游记的故事 把自己想象成自己是一个孙悟空 他利用一个幽默的元素 再加上他与现场观众 种种的互动 我们可以发现 没有人喜欢听的故事 变成了大家都喜欢丁 大家都想要当成他的男朋友 当然我没有啦 我已经用女朋友了 所以说 我们可以发现 他非常的 他很能够运用他自己本身的优势 他的元素 就是说 他能够与现场有非常好的互动 而这篇演讲呢 已经非常的完美 如果说 还要让他变成 变成100分的话 我以下有两点小小的建议 第一点呢 就是说 他可能讲的故事太多了一点点 我们可以发现 他跟他的哥哥的女朋友之间 有很多的冲突 很多的故事发生 可是你却没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说 哪一件故事 对他而言是特别重要 特别有意义的 你听了很多 却不知道 其中的重点可能在哪里 这是第一个建议 可能他可以简短两三个故事 以三个故事深入去比较 深入去研究 第二点是在于说 他的心境转化 可能转化的太快了一点 他本来呢 跟他哥哥的女朋友 还在水火碰碰的状态 怎么突然 他临死临机一动 马上就可以容纳他哥哥的女朋友了 或许这个心境转化真的是 该拜他为一身师父 可能有点像佛家的思想一样 马上呢 放下涂到立地成佛 可能有点快了一点 可是如果说 他今天这篇演讲 他可以一个实力 譬如说 他跟他哥哥的女朋友 在遇到哪一件 冲突非常大的事情之后 他发现 原来在今天冲突之中 他自己学到了什么 他领悟到了什么 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 就可以 逻辑性 就可能不会说 你只是自己心里上面的一个作战 而不是实际上的一个作战 所达成的一个效果 那总而言之呢 他今天的演讲 已经非常掌握他 他个人的一个优势 就是说 他尚于掌控这个舞台 那也非常的热情 那如果说 他的故事 能够再增加一点戏剧性 他利用他现在热情的优势 加上故事的戏剧性 相信 下一次的演说 一定会达到一百分的境界 主持人 古人有言 家和万事兴 古人又有言 一山不容二虎 今天很感谢玉京惠友 跟我们分享这个 哥哥与妹妹的 微妙的感情历程 让我这个男人也终于体会到 原来 当哥哥交了女朋友之后 妹妹会发生那么大的 心情上的 转折与变化 怎么说呢 一开始他提出了三个没有 第一个 没了哥哥的消息了 哥哥再也不打电话来了 第二个 甚至连 妈妈都走向了 妹妹那边去了 连妈妈都没有了 第三个 连最基本的住的房间 都没有了 透过这个三没有 来描述 原来发现 当一个人 进入了一个家庭之后 会对他产生一个 这么样大的变化 非常的生动 非常的写实 从这整个过程中 我们可以感受到 一个妹妹对哥哥的感情 原来当有一个第三者 很奇妙的第三者 进来之后 会发生一个 这样的一个 心路历程的变化 从整篇文章来看 这个演讲呢 非常的生动 非常的写实 非常的用自己的方式 来表达出来 并且也带了 非常多的动作 在这里面 来呈现出 这整个微妙的状况 那如果说 真的要给这位讲者 一些建议的话 我们从这个故事中呢 一开始 本来自私的 都只有想到自己 后来有一个 很重要的转折是 当他自己设身处地 为别人想 想到说 有一天我也会变成 人家的媳妇 有一天我也有可能 抢了别人的哥哥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同理心的转折点 从这个转折点呢 从他整个导向 开始为了那个 哥哥的女朋友 会去着想 原来 为别人想 才知道说 其实别人 要进入一个家庭 他也是有 他的心路历程 也是非常的艰辛 想要讨好妈妈 想要讨好每个人 的一个这样的过程 然而 这样的转折呢 能够描述的更漂亮的是 是不是能用一个事件 有可能是某一个状况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呢 这个哥哥的女朋友 帮助了你 这就是一个很漂亮的转折 或者是说 在这个故事里面 我们少听到的是 其实哥哥可能 还是很爱你呢 但是没有听到 哥哥的角度 的说法 其实妈妈 还是很爱你呢 也许妈妈知道 你根本不想进厨房啊 只是没有说而已 所以呢 什么 其实在转折部分 可以再做加强 针对哥哥 与妹妹的角度 来提供更多的佐证 让我们可以知道说 这个家庭的整个 结构关系呢 是很漂亮的 而不是好像 感觉像 有点像是自己 在想这件事情 加和 万事兴 这个和乐呢 是最可贵的 多一个人 进入一个家庭 并不只是 多一双筷子 更重要的是 多了一个人的力量 来加入这个家庭 让这个家庭的力量 变得更大 主持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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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